就苏联这个解体不是1989年到1991年的事情 甚至不是1985年到1991年的事 因为有人说是戈尔巴丘夫上台那天开始 苏联就走向灭亡 错 不是 问题还在前呢 他关键是什么 就我们知道是这个制度垮台了 是这个制度有问题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这个制度很好 他怎么会垮台 他垮台就是因为他不行 有问题 如果这个前提我们承认的话 如果你反驳 你说不对 这个制度非常好 就是因为他没管理好 那么他们为什么没管理好 这共产党缺能人吗 那么共产党里头为什么出来都是庸裁啊 还是制度的问题吗 所以你把所有的问题归结 其实就是这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呢 他就归结到 就是苏联这种制度 是不是一定要垮台 就是从学术上讲 或者从逻辑上讲 是不是就归结到这个问题了 那我的解释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从这个 人类社会来看 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制度 什么王朝的 什么民共和的 议会制的 什么各种各样的 是吧 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等等等等 没有一个制度 是这个 从它一诞生下来 就十分完善的 它都是在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发展 如果没有变化 没有发展 而这个社会 人类的历史 是变化的 是发展的 总有一天 它就 这个违背 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 它就不适应 这个人类的生活 所以人就要 人们就要抛弃它 这就是为什么 一个制度要 就人类五千年了 这个制度不断的变 为什么呢 最简单的原因 就是这个 就是人们抛弃这个了 为什么抛弃 它不适应人类的生活 人们不满意 自然就抛弃 时间有长有短 方式有各种各样 但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 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 是有它的历史的合理性 这个从十八世纪 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 社会主义产生以来 为什么能够到 特别是到二十世纪的中叶 还有那么多人 信奉社会主义 奈温的社会主义 恩克罗马的社会主义 什么阿尔及利亚的 他至少都打了这个招牌啊 是因为他能吸引群众 吸引民众 他才会打这个招牌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主义曾经一度 是对人类很有吸引力的 这个不光是对 中国的知识分子 四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人也有这个看法 但是一个制度 如果他一成不变 就会出问题 就会出问题 所以 其实我就讲了 苏联历史上有三次机会 他可以变革 可以改革 第一次是1921年 就是新经济政策 列宁要做的事情 后来列宁死了 没做成 最后斯大林给反过来了 说新经济政策建轨去吧 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体制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苏联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体制 第二次改革 就是1944年到1947年 斯大林自己有机会 有条件 做这种改革 这个将来我要专门写本书 就写这段 后来也丧失了 也是内外种种原因吧 第三次 就是赫鲁晓夫 苏公二十大 到1964年 最后 没改成 布志涅夫 开始 这个 这个 返回到斯大林的体制 那么到布志涅夫 统治十年以后 这个制度终于僵化了 就再也不动了 板块化 民洁化 而且他这个专制呢 就从个人专制 变成了官僚集体专制 这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专制 也不好 但是他有他的优势 他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是求委主义 但是 官僚集体 这种专制 无解 他没办 比如咱们三个人 或者咱们四个吧 常委 咱们四个 你有你一份 咱各一派 这个 制度化的腐败 就是这么来的 就我们 都分别掌握了 把这全分了 每人掌一块 谁也动不了谁 他们都是咱们的属下 他是你的 这拨人 你的那拨人 我的 他们都有问题 都腐败 处理谁啊 那要看政治博弈的结果 苏联七十年代 就这个问题 就苏联七十年代 党类问题非常多 处理不了 为什么 这是 这个 谁的人 都有馅的 一条一条馅 真要处理了 那咱们跟这个商人说 不行 咱们得拿一人扔出去 要不然老百姓 是这么 把他扔出去 就把他处理了 这解决了问题吗 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 促进了这个制度的腐败 这苏联这个问题 他就是这么来的 最后 无解这个问题 就只有大家 就只有大家 激起 垮探 所以 包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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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就是 经济的 计划经济的问题 的 什么 弊端 你说 这些人 都傻子 他没看到吗 其实都看到了 他就 无解 解不了 为什么 就这个制度僵化 已经凝固化 所以 我有一个比喻 我说就是到了 大概 从 如果从现在 我们看这个历史 大概应该到 七年代末 八年代初的时候 其实那会儿 因为 石油价格飙升啊 那 那苏联的经济非常好 就掩盖了 这些问题 他不是说没问题 是给掩盖了 实际上 当时 危机已经四伏 切尔诺贝利事件一出 然后这个 阿富汗战争的 那个 那个消息一传出 等等 这问题就 一下突然爆发出来 然后大家想 赶快解决吧 就是 铺了这个火 找那个火 铺了这个火 找到最后 一把大火 就完了 就是说 到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苏联这条船 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掉头都掉不过来了 戈巴交夫有多的能耐 有多的能耐也不行啊 你不是说他是有错 他做对了又怎么样 说那个 紧急状态委员会软弱 对 他不软弱又怎么样 一样 所以一句话 你这个制度不改革 没有 就 就 就一定要 要瓦解 但是怎么瓦解 这里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所以 研究历史吧 他既然就历史的必然性 也研究 你 我